上周高通发布公告称将在本月30日正式召开发布会 会中将会发布最新的898旗舰芯片 而全球首发这款芯片的小米12真机也在公共场合开始使用测试 从下个月初开始将有大批的2022年全年旗舰手机上市 首批价格都超过4000 而其中也有华为Mate50的消息 小米12首发骁龙898 但没有Pro和Ultra 去年的小米10和今年1月的小米11都首发了高通年度旗舰芯片 起售价也飙升到3999元 而经历了小米1011两代的成功 小米12仍然全球首发骁龙的旗舰芯片 而起售价仍有可能维持3999元 从目前的进度来看 12月第一周该季的发布可能性最大 并且会赶上双12首销 单系列的Pro和Ultra将不会出现在发布会中 但有可能在发布会的末尾亮相 三星S22首批搭载骁龙898 可能是首批最贵的旗舰 作为全球手机销量第一的手机品牌 三星也当然会在首批上市骁龙898的旗舰机 目前三星S22系列已经出了3C等认证 并且是Galaxy S22、Galaxy S22+,Galaxy S22 Ultra全系的认证 而从目前产业链的反馈来看 三星S22系列手机最快发布也可能在元旦前后 而且在S21系列首发4999元的时候 这一代三星S22应该不会低于这个价格 三星在这月初就宣称 S22系列将会采用三星有史以来最优秀的M OLED屏幕 2K分辨率融合了苹果iPhone 13 Pro同款的LTPO屏幕 将刷新率也拉到了120Hz 而且从曝光的真机机膜来看 摄像头模组并没有过度的突出 基本和后壳持平 这一点拿捏的还是非常不易的 而系列中三星Galaxy S22 Ultra手机售价可能超过8000元 并且自带S Pen 这也预示着三星凭借这款手机机黄正式取代了Note系列 无论是摄像头屏幕等水平 可以说三星S22系列都是世界级优秀的新机系列 但充电方面可能会效仿S21系列全系 采用45W有线充电率 从目前3C认证的25W充电功率来看 这一点还是需要增强的 华为Mate 50搭载定制版骁龙898 没有5G但仍然很强 接下来的华为Mate 50系列将会迎来发布 Mate 50的曝光图同样是骁龙898芯片 但高通为其重新定制了芯片 取消了5G基带 进一步的降低功耗 并且依然采用4nm的三星工艺 降低功耗的同时也降低了发热量 没有5G其实对很多用户来说并不是弱点 这一点还要看用户的实际需求 无论如何 在此还是要支持一下华为 Mate 50系列的三款手机 在屏幕、摄像头模组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 该机在硬件方面和同价位产品相比 只差一个5G 而该机将原生搭载鸿蒙OS2.0系统 从目前产品的进度来看 真实的手销可能要等临近过年或是春节后 届时看鸿蒙操作系统的速度 或许鸿蒙3.0也能够赶上 而整套华为生态可圈可点的 并且目前已经非常成熟 很多用户坚持使用华为手机也是因为这一点 而此次的迭代 也让华为的忠实用户有了新的选择